中国代表团一陆续进驻日本东京奥运村并挂起了中国国旗 7月20号,记者在奥运村遇到了两位来自中国的志愿者 他们向记者讲述了自己在奥运村服务的故事 两位志愿者都是留日学生,在奥运村服务卡塔尔代表团 我们的那个岗位是NOC助理嘛 所以基本上就是协助各个国家,我们被分配到的那个国家 它的NOC有什么需求的话,就是我们去帮他们完成就行了 我们的留学背景,首先我们是会中文的 然后我们现在在日本留学,我们是会日语的 然后再加上其实我们的大家的英语水平都还不错 所以其实是有一个多语言背景的 所以我们这种多语言背景能给到的最大的支持 其实就是在这种交流方面 然后背后的这些选手啊运营啊这些方面 可以给到一些最大的支持 虽然服务于卡塔尔代表团 但田若琪曾有机会为中国代表团做过服务 这对于她来说也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跟我们接触的其他的代表团是那种竞技状态 其实就很不一样,进到那个屋子里头感觉就有一种 很努力很奋斗的 战斗的状态 很战斗的状态,是那种很强的竞技状态 虽然当时选手还没来,但是我看我们的一些准备工作啊都已经在做 然后房间,我们当时是帮中国队清点了房间的钥匙 这样,然后就是感觉每个细节大家都有确认到 去保证选手入村之后的一些就是生活之类的 为中国队服务固然激动 但作为在奥运村里工作 经常接触各国运动员的志愿者 两人需要格外注意防疫 两人告诉记者 日本其实有很多防疫措施保障安全 但其中很多都需要参与者的自觉自律 首先它是在各个地方都放置了酒精 就是每一个入口 然后甚至各个拐角 其实它们都有酒精在放 然后餐厅上是有那个透明的隔板 就是总结来说 就是有一定的防疫措施 但是还是主要靠自己的这样一个情况 目前奥运村内已经出现新冠确诊病例 奥运村志愿者队伍中也有人因此退出 但田若琪和邵于倩都打算坚持下去 现在就是会更加的谨慎 像我们进行了三天以后的活动以后 我们有自己已经提交了我们自己的唾液样本 每天会戴好几个口罩 然后有酒精消毒会酒精消毒 但保证自己健康的同时 也是对他人的一种负责 对于两位志愿者来说 做好防疫不仅是为了保护自己 也是希望能够坚持做好奥运服务工作 在异国他乡用志愿服务的方式 为中国健而加油 如果有空闲的时间的话 我们会非常想去帮中国队的一些忙 对就是大家 不管是如何我们寻理了中国的 现在的东京奥运支援者们 都抱着一个非常想为中国队加油 为中国队进出一点小力 我们都非常高兴的一个心情 感谢观看